我們接著跟老師介紹螢幕上的畫筆 因為其實老師應該知道 如果你今天有這個 繪圖板 繪圖筆 請問就有畫筆嗎 沒有 他只是滑鼠而已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比較方便的繪圖工具 讓老師能在螢幕上 去做一些註解 書寫 雖然Windows 10內建有一個 叫做白板 可是那個白板還真的叫白板 你沒有辦法像我像這種方式在上面直接畫 他必須獨立出一個軟體 一個白色的背景讓你去寫 這樣的話我們不見得比較方便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幫大家準備了一個 這裡有一個 我們上課的軟體裡面 有一個叫IPEVO Anonator 這個您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它有Windows的版本 也有Mac版 安裝的過程是英文沒有關係 打開之後我們可以把它切換成反體的語氣 他們家很有名的就是那個 失誤投影機 但是呢 它的筆也很不錯 真的真的 所以它筆也蠻不錯的 那你做安裝完成之後 您可以看到 在我們這邊 工具 有沒有多了一個 你就把它執行 執行 第一次呢 需要有一個同意條款 那要麻煩你 一定要捲到最下面 這個同意才可以按 OK 進來 那進來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在我們下方 它會有一個這個圖 在這裡 如果沒有看到 它有可能已經被收到裡面來了 在這邊 你可以按右鍵 直接做設定 就可以幫它把語氣 又有新的 不用不用 來我語氣可以直接改成反體中文 有沒有這樣就直接變中文了 這樣子的話呢 我想老是在使用應該會比較方便 所以 您執行了之後呢 除了右下角 這裡會有一個 另外呢 您也可以看到喔 有沒有多一個工具列跑出來 好所以 我先等老師一下 您可以把這個軟體先安裝 然後把它 語氣稍微修正一下 老師有了這個工具之後 當然你可以把它這樣收起來 其實這個 IP-EVO這個工具 它不只是螢幕畫筆 它也可以當白板 也可以當黑板 也可以直接錄影 跟拍照 你看 我在這邊 按了之後 有沒有發現 我就有筆的工具可以用的 同學我們今天來看這裡 有沒有 那不管你是用滑鼠 還是用這個 繪圖板 都OK的 都可以的 那我們現在呢 你看我在這邊 這樣使用 那麼 你用完了 我就可以怎麼樣 再按一下這裡 它就回去了 就恢復成 滑鼠的狀態 那麼如果呢 你希望 我的 這個 這些標註 能先暫時留著 你可以直接切換成滑鼠的狀態 這個時候 你看我切到不同的地方 老師有沒有發現 你的繪圖是不是留在上面 對不對 可是你是在操作你的電腦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了 那 這個是一個 蠻不錯的 當然它也有橡皮擦啦 或者像這些印章的工具 如果老師你覺得 啊 不錯不錯 你就給它打個勾 就這樣就不用自己畫 對不對 你也可以自己找一些你想要的圖案 也可以像這樣去使用 就還蠻方便的 好 那 它呢 也有百寶箱喔 你要量 比如說你要量那個距離 圓規 那我想高中子 比較少用到這個 但是這個工具 還蠻好用的 老師有沒有感覺 這樣比較聚焦 對不對 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裡喔 他就不會給你看到別的地方去 這樣很單純吧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使用上 就還蠻不錯的 那 如果呢 老師你 懶得擦筆 也就是說呢 你的筆記你不想要 如果像這樣做好了 那我要把筆記刪掉 我這邊來這裡 對不對 或者上一步回去嘛 那如果呢 老師呢 您覺得 我不希望我 那麼麻煩 上課還要擦白板 你有沒有感覺現在同學都很辛苦 還是老師比較辛苦 老師比較辛苦對不對 因為呢 老師很認真的在上面寫完之後 同學會跟你講一件事情 沒有 沒有嗎 他在滑鼠 沒有沒有 他會告訴你 老師 讓開讓開 好老師你繼續 這樣子 有沒有覺得很難過 所以 我跟你講 你來用這一支筆 這個 下面不是有一個三角形嗎 你按著滑鼠不要放 有沒有一個叫 暫顯墨水 我們把這個勾起來 你看 這樣子 同學呢 待會我們要看一下這裡 好 你有沒有感覺到 對 他會消失的 這樣子呢 就不用擦板擦 有沒有感覺 老師比較不用那麼辛苦 所以呢 你覺得 我今天不是要 以那個 就是做筆記為主的 我只是要很單純的 讓大家知道說 你看等一下我們要這樣做 這樣做 這樣做 我用這樣就好了 就會自動消失 所以這個叫做 暫顯墨水 你只要暗處滑鼠不要放 就可以在這邊 直接 做 當然你要改顏色 是不是也可以從這裡 所以我覺得這支筆 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 老師呢 如果您覺得 我現在 要認真的做筆記囉 這個我先關掉 然後呢 您可以在這裡 AI小幫手 很重要 好 那這個寫完了 老師可不可以把它 留下來 老師你們每次上完課都把筆記擦掉 你不覺得很浪費嗎 對不對 把它拍起來啊 你看這裡 有沒有 這個 他可以錄影也可以拍照 畫面 是不是可以截取 我們就可以把它截取起來 比如說你看 事實上他也可以做直播啦 下面有直播 只是我想老師大部分都不喜歡直播 所以我們用這個 來 我就把我的重點 抓下來 好 截取 那你就可以把它存起來了 這樣子的話呢 您下課 之前 可不可以拿這個來做複習 可以呀 可以的 喔 那 他也有 純粹白板的功能 你看 我們可以把剛剛的那一張 打開 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在講這一塊AI小幫手 好 這裡我先確認一下 有沒有 他的筆工具出來了 我們剛剛在講的是AI小幫手 如果你沒有聽到的沒關係 這個網址要會記起來就好了 REMOVE AB的V G Background 那你就可以很輕鬆的達到 用AI幫你做去背 這樣就可以做複習 而且我跟你講他的業數 現在是不是在第一頁 可不可以增加第二頁 可以 你可以再增加 所以如果你覺得不夠的 我們就從這邊 再增加 好你要白板還是黑板 都可以按一下 這樣是不是有第二頁 那你可以上一頁下一頁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好所以其實老師呢 現在你真的需要一些所謂的數位工具 來協助你 做好這一塊東西 因為 真的 這個 就離開了 來 我已經到這裡來 這樣OK嗎 這個 白板工具不難 但是呢 他對老師來講 你在螢幕上 以前大家都是用粉筆 白板筆 在上面書寫 現在不用 你都是數位的 當然 我還是強調一下 如果老師 上課的屬性是 智會比較多的 要書寫比較多的 那可能還是要跟我一樣 有一個繪圖筆 好這樣老師在 用的時候 會相對比較輕鬆